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再一次的 欢迎张伯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释放从天而来的信息 这是神来的恩惠 接下来我们要请基督国度使命教会 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有一段的敬拜 让我们一起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很高兴看到大家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到来都不是偶然 我们的主早就预备了这个时间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认识他 经历他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想要请大家从你们的座位上面站起来 然后 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 很高兴看到你 还有 跟他说 愿你今天晚上得着从天而来的爱 现在让我们继续站立 让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 是有多爱我们 我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神光芒 自爱的天空天天都看顾 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用神的路 让我们来自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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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神光芒 天空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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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心中烦恼 让祂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赋 天天都贪图 祂是全能的主 心靠祂的人 真是有如此爱的天赋 慈爱的天赋 天天都贪图 祂是全能的主 心靠祂的人 真是有如此 心靠祂的有如此 心靠祂的人 真是有如此 祂是全能的天赋 祂是全能的天赋 真的 在我们身上 临到我们的心中 因此神的儿女 祂的百姓 我们都愿意来开口赞美祂 今天在这里 我们也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颂扬 这份从天而来的爱 我们的天赋 从天 从天赋而来的爱的恩典 把我们冰冷的心融结 让我们灵灑 让我们冰冷 мира 让我们冰冷的得 让我们冰冷的 기분 让我们冰冷我们的我们的灵 让我们冰冷的敏感 让我们冰冷的 az currencies 让我们显著每个音符 把他化为残累之圈 让我们张开空 举起手 享用神之主呈现 是藏美之圈流入 每个人的心间 我们再次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 把我们冰冷的心融结 让我们显出每个音符 把他化为赞累之圈 让我们张开空 举起手 享用神之主呈现 是藏美之圈流入 每个人的心间 让我们张开空 让我们张开空 举起手 享用神之主呈现 是藏美之圈流入 每个人的心间 是藏美之圈 是藏美之圈流入 每个人的心间 每个人的心间 帮我来怀抱我们每个人 他渴望跟我们说话 他要告诉我们说 孩子啊 无论高山低谷 我都知道 我愿意陪你一起走 好不好这个时候 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尝试着敞开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主说 主啊 我在这里 祈祢来 有一天 你若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 你若感觉没人爱你 有一天 好像走到谷底 那一天 那一天 你要振作你的心 那一天 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 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 茫茫人海 虽然寂寞 他爱了 温暖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 他爱上帝 他的双手 渴望紧紧 拥抱你 慢慢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上帝 你若感觉没人爱你 你 有一天 那一天 好想走到谷底 那一天 那一天 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是的 那一天 那一天 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 那一天 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 那一天 不要请你说放弃 我的神当真的存在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茫茫人海 虽然寂寞 他爱能 温暖你 牵了我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他的双手 渴望紧紧拥抱你 漫漫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你 伴你一生吃酒 这世上 真有一位上帝 这世上 真有一位上帝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若万神已帮助你 茫茫人海 虽然寂寞 他爱你 若万神已帮助你 让我们用信心的说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若万神已帮助你 他爱你 伴你一生吃酒 慢慢地长夜 慢慢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你 伴你一生吃酒 我们将掌声归给神 Hallelujah 接下来我们邀请City Impact Church的牧师 Pastor Greg 他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然后请朱建徽牧师来做欢迎 好 请Pastor Greg 牧师将会用中文先祷告 然后再用英文传一句中文 大家好 Julian 庆祝 耶 庆祝 47 庆祝 姊姊 �咗 晓 少爷 中国人 eigentlich 我是这一边教会的其中一个的牧师 到我心里面充满着喜乐 看到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欢迎你们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 今天晚上我代表教会开始这个祷告是我的荣幸 让我们仰望神 耶稣我们在你的名下聚集 因为你唯有你带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带来改变 我们感谢你宝贵的生命赐予我们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你自己的家 上帝你自己的家 也是去到天堂的门 我们感谢你生命你这么样的活跃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 今天晚上我们很欢喜快乐地要聆听自己的话语 再一次你因为这个话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得更像你 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 今天晚上愿你亲自地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 你自己宝贵的圣灵 让我们看到复兴 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还有在这个世界里面 感谢主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 我们请敬拜赞免团退下 我们接下来请师班圣灵团请上来 好 各位请坐 在我们的圣灵团上来的时间 我做几点报告 首先呢 我们再一次地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华夏步道团 张伯利牧师跟他的同工王力宏姐妹 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不辞辛劳 从美国远道而来 愿神大大的使用他们 并伺服他们所所做的 供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 把我们的张伯利牧师王力宏姐妹 好 请坐 另外 欢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及牧道的朋友 特别是牧道的朋友 因为今天晚上的聚会 是为你们而举办的 今天晚上的聚会 特别是为我们牧道的朋友举办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师班 我们的圣灵团 要献唱的时候 我们请收奉献的同工 从你座位上站立起来 收奉献的同工 当我们在敬拜 在献师的时候 我们也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神 因为奉献也是一种敬拜 特别要报告一下 这一次的奉献 是为了因为本大会的支出 因为我们租用这么大的场地 一天晚上的费用就要超过一万多的纽币 所以还包括父堂 还包括他们 CT Impact Church还帮我们看孩子 各样的人员事工 安排动用人力 所以我们这一次大会的预算 大约要两万七千纽币 才能够平衡 所以我们也请基督徒 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 若是你是木道的朋友 请你不必奉献 因为这是基督徒需要向神献上的一个敬礼 所以我们在收奉献的时候 我们请我们的圣友团来献上师哥的敬拜 奉献完了以后 请张一和牧师来做奉献的感恩祷告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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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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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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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今天我呢非常的激动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年 我非常热爱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有幸福有欢乐 也有眼泪 又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悲伤 2001年呢 我被神呼召 很蒙福 走进了咱们的金星会 12月2010年的12月24号 我受洗了 在这个大家庭里 我走进来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了神的福音 第一次会唱神的歌曲 就是我愿意 这首歌呢 常常伴随着我 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在我生病的时候 在我悲伤的时候 他依然伴随着我 我真的是很爱很爱新西兰 每当我飞机降落的时候 看着窗外蓝天白云 我的心里很激动 眼泪不停地 情不知情地流下来 因为在新西兰这个地方 我知道我懂得了 我知道我懂得了 何为爱 2009年 我们全家呢 移民到了美国 我在中国的时候啊 工作也很忙 常常呢 也要往返于 美国 新西兰和中国 三个地方 加着父母呢 年迈 身体都有病 长期的高压的复合 使我呢 身体真的病倒了 在2015年 我到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告诉我说 你该休息了 我说为什么 医生说 真的不太好意思 你得了癌症了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蹲在那儿 半天站不起来 我真的是浑身地发软 我第一个想到的理事 我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当时只有六岁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 面对这个孩子 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牧师们打电话 给我在美国的医生 打电话 大家都说你回来吧 回来来治 所以我就带着一颗 紧张的心 恐惧的心 害怕的心 流着眼泪 回到了美国 我们到了四个医院 去检查 每一个医院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我真的绝望了 我不知道未来的生命 会是什么样子的 医生给我解释 说你得的这个癌症呢 应该是最轻的癌症 你不用太紧张 我说是啊 很多人跟我说了 是假装陷癌 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自己呢 在祷告的时候啊 跟神求 神啊 你能怜悯我吗 看在我这么爱你的份上 看在我这个孩子 这么小的份上 主啊 求你给我找一个 好的医生 来给我治病 我和我的 我和我的朋友 还有教会的姐妹 多次往返医院 检查 在一次检查中 在活检中啊 医生扎了八针 都找不到 这时候我跟医生说 医生啊 我们也别扎了 我们祷告吧 医生说 听不懂我的话 不懂中文的祷告 我说那我们就用英文 我们就跟他一起再祷告 真的很神奇 祷告以后 一针下去 就可以了 当活检做完以后 最后一次通知我 你必须来做手术了 在手术的前一天 我真的是放下了紧张 放下了忧虑 我知道我的神会管我的 我们在家里晚上 还开了个party 在唱歌 我唱了一首 《我爱你中国》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声乐 我非常地爱唱歌 也热爱生活 喜欢唱歌 第二天早晨 我们一大早到了医院 我就躺在了手术室里 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口渴要喝水 我说话的时候 谁都听不见我说什么 我说这是怎么了 我用手告诉大家 我要喝水 可是我半天都讲不出来 我就在问 让我的亲人问医生 这是什么原因 医生会诊 说这个医生呢 把喉反神经 声带给误伤了 给切掉了 在医学上来说 如果把你的喉反神经 去掉以后 你是没有办法说话 也没有办法唱歌的 这个医生呢 他是美国很著名的 假装 专门做假装线的手术医生 做得也是非常好 并且呢 也是个基督徒 可是为什么 偏偏到了我这儿以后 把这个手术 做成了医疗事故 我心里呢 真的非常地悲痛 也很气愤 我也祷告 跟神求 我是打官司呢 还是把这个事情放下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神说了 让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要饶恕 学会饶恕 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 神会饶恕我们 我们放下了这件事情 真的在祷告中 学会了饶恕 在神的怜悯和爱的当中 我们开始声乐 开始在康复 练习发声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开始开口唱歌 我的儿子竟然捂住耳朵 说妈妈你快别唱了 你唱起来像个唐老牙 太难听了 我听了儿子这个以后 我真的绝望了 觉得真的太没有盼望了 我流着眼泪 主真的明白 你的心思意念 当我忧愁 麻烦的时候 主明白我在想什么 我紧紧拉着主的手 主啊 他们都治不了我了 我唯一紧紧地拉着你的手 你来医治我 我每天祷告 甚至近时在祷告 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了 弟兄姐妹都帮着我 一起来做康复 在去年的2015年 我们美国洛杉矶 搞了一个国际 美国国际音乐节 大家一起请我来 出来唱歌 我当时觉得很好笑 我说我不可能唱歌 大家说我们有勇气 我们有信心 希望你能走出来唱歌 真的很神奇 在台上的前一分钟 我都唱不出来 我跟大家陪练的时候 我永远是站在那儿不吭声 这个时候我跟我自己说 神啊 不是我在唱了 我把这些全部交给你 你让我唱 我看到你 给我的医治 看到你的大能 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奇迹般地发生了 我真的在唱 真的开口可以唱一首 去年一直流行的一首歌曲 男中医的歌曲叫《红艳》 这首《红艳》呢 演出完了以后 大家反应都非常的好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激动 所以我把这首歌呢 也告诉大家 也分享给大家了 今天呢 我把我在金星会 第一次听到的一首歌 爱我愿意 现在在座的各位 把一切美好的颂赞 都献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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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十字架上的光芒 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 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 完全地白上 願出愛來交換我 在愛中自由釋放 我願意相逢 我願意相逢 在你愛的懷抱裡 我願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願意相逢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十字架上的光芒 溫柔又思想 帶著主愛的力量 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 我願意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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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爱的怀孟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爱的怀孟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怀孟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爱的怀孟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好 我们来祷告 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地将恩典和真理 向我们显明 说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罪定赛十字架上流了宝血 洁净了我们 使我们重新的可以成为圣洁的 讨上帝所喜悦的儿女 主要说今天晚上 你的名要被高举 今天晚上我们的心要向你打开 让你来到我们生命中 让你来浇灌我们 充满我们 让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认识真理 也能够活出真理 我们谢谢你 今天晚上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 主你都 主要用你的笑脸来欢迎我们 你说犯老虎丹重担来到你的面前 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 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一生一世来敬拜你 跟随你 愿你在今天敬会中得一切的荣耀 愿你在救一种掌权 让你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 引导我们归向你 哈利路亚 引导我们活出爱 哈利路亚 赞美你 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愿你在救一种掌权 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好 谢谢 好 弟兄姊妹请坐 好 我们 步道团刚刚从多伦多结束了多伦多的步道会 那我们在多伦多上个月 我们有五千一百人参加我们步道团的第一次聚会 那这是我们步道团第二次的在美国之外的地方聚会 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个堂也做得满满的座物虚习 说明奥克兰的朋友们 华人 包括弟兄姊妹 我们特别渴慕上帝的话语 阿们 哈利路亚 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 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主 那么我是第三次来奥克兰步道 第一次参加的举手 我看有多少第一次参加 哇 很多 感谢主 你们还年轻 第二次参加举手 我们在那个跑马场那次也很多人 感谢主 那第三次来的举手 我们都来第三次 感谢主 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哇 这么多 我看都是基督徒嘛 那还没有信主的请举手 高车举手 我们看 我们有很多 很多科目真理的人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欢迎他们来到我们中间 来 阿们 感谢主 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 从天上来的爱 从天上来的爱 那今天的题目的核心是讲爱 讲爱 因为圣经说 神就是爱 阿们 如果你打开这圣经 这一句 这个圣经这卷书的核心 就是爱 就是神的爱 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当你打开新闻 你在那看不到爱 你看那都是批评 论断 接伤疤 美国现在正在接呢 一男一女两个老人家 在接伤疤 接伤疤 那么在我来到奥克兰之前 我讲了一篇道 是关于洛杉矶华人的 我们海外移民呢 带着很多的生活的重担和压力 所以我们没有爱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爱 在文化中没有爱 所以我们也活不出爱 活不出爱 在上个礼拜的周四 洛杉矶 沃纳特 核桃市 有一对华人的家庭 出了悲剧 这个丈夫开枪 打死了50岁的妻子 她68岁 然后她自杀 留下三个孩子 68岁 还有那么大的愤怒 这个妻子 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 这个妻子曾经在三年前的大海里边 是我给她受洗的 当她受洗以后 就再没有来过教会 弟兄姊妹 朋友们 信主啊 当你信那天 你就要跟随她 不是受洗就完事了 生命是要不断地成长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在我们社区中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不仅如此 南加州的报纸 登出了最近 整个的洛杉矶 一系列的凶杀案件 发生在华人的社区 8月24号 尔湾市 一个年轻人开枪 打死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自己自杀 在 四月份 在 西科威纳市 一个华人的女婿 枪杀了自己的岳父和岳母 这个岳父岳母 从中国大陆来 给她看孩子 在枪杀前的五分钟 她陪着三个孙子 外孙子在散步 这个女婿 当着三个孩子的面 开枪 打死了自己的岳父岳母 她打了二十多发子弹 在他们的身上 什么样的仇恨呢 在今年的三月份 一个63岁的华裔老人 用刀捅死了她的妻子 在她身上捅了二十五刀 短短的一年 七件的凶杀事件 发生在洛杉矶 华人的家庭里面 报纸登出来的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 首先 不善沟通 华人不善于沟通 遇到问题 不知道如何正确地 来处理愤怒 苦毒 情绪 不懂如何处理 第二 生活压力巨大 来到美国 从一个熟悉的文化 到一个新的移民的地方 不懂得如何沟通 不懂得如何面对 生活的压力 第三点 就归罪于美国 枪支泛滥 没有枪支的管制 其实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这些 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缺乏爱 我们中国人缺乏爱 我们中国人也不懂得爱 我们这个词 爱这个字 甚至在我们那个年代 是不能说出口的 你回忆一下 你爸爸什么时候说 孩子我爱你 什么时候说的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可能 我一辈子没听过 我爸说过 儿子我爱你 我一辈子都没有听过 我知道他当然爱我 怎么能不爱我呢 他不爱我 从小他那么教育我 那么严厉 对不对 他一定是很爱我的 但他不会说 我也没听过 我妈妈说 儿子我爱你 我也没听到他们夫妻说 我爱你我爱你 没有 没有的 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给我妈妈写情书 那我时候都已经懂了一点了 懂了一点什么叫爱情 妈妈有一天接到一封信 我爸爸在干校 五期干校 你们可能有人不太懂啊 就是劳改的地方 写信回来给我妈妈 我妈妈正在洗衣服 我说儿子替我读 我这首诗 我就打开 我说 爸爸写给你的信 我怎么敢读 妈妈说 你爸爸也写不出什么花样 你读吧 我爸爸在表达 他对我妈妈爱情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离家远了 离毛里的革命路线更近了 脸晒黑了 老改嘛 终于毛里的红心更红了 这就内带的情书 这可以放到历史博物馆里边 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的侄女 我爸爸的孙女 问的爷爷说 爷爷 你爱我奶奶吗 全家人都看着 我的爸爸 我爸爸脸憋得痛红啊 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 我妈妈脸都不敢抬 这个字在我们那个年代 是禁忌 我爸爸后来回答了 很精彩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那个字不是用嘴说的 那个字是放在心里边的 哇 哈利路亚 那一代人 你记住他说什么 他没说那个爱 他说那个字 这个字是说不出来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 我们来到教会里边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弟兄我爱你 姐妹我爱你 我们对孩子每一天 喝不得说多少次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知道吗 高兴了 他说me too 不高兴 吐都不吐 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 就没有爱这个字 从孔子 他讲爱的时候 他是用以直抱怨 以德报德 来表达他爱的价值观 孔子说 人者爱人 什么叫人 人者 好人 才懂得爱人 小人 是不懂得爱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没有圣经所说的 人人都犯了罪 亏据了上帝的荣耀 这些罪人归向耶稣的时候 他就领受耶稣的爱 从此他就省了一个 爱的流通的管道 今天每个基督都会告诉你 当他领受耶稣的爱 他是何等的感恩 然后他就会把耶稣的爱 活出来 活出来 所以圣经说 你们彼此相爱 外人就认出 你们是耶稣的人 属于耶稣的人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基督的门徒 孔子对爱的论述 最高就是 以直抱怨 你得罪我 我以正直面对你 那么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叫以德报德 他的爱的观念就到这里了 老子高一点 老子是以德抱怨 孔子是以直抱怨 以德报德 老子是讲到以德抱怨 孔子向老子讨教 说什么样都能够表达 他对一个不好的人的回应 老子说要以德抱怨 别人对你不好 你还要去对他好 这个老子的观念 有点接近于圣经 这个近了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莫子 他的观念叫兼爱 兼爱 就兼收病虚的那个兼 兼爱 兼爱什么意思呢 他的理论就是 你对别人的父亲 也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 你对别人的母亲 也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 这个就更高了一点 对不对 你对别人的兄弟 也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 你对别人的产业 也像对自己产业一样 这个有问题 你对别人的老公 也像对自己的老公一样 这个兼爱有问题 这个也有漏洞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 对爱没有描述的 那到我们这一代 更惨了 我们看这一代 雷锋同志的观念 雷锋说 对待同志 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 像夏天般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残酷无情 然后对待敌人 要像严重一样的 残酷无情 所以这个分阶级的爱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人 五六十年代生的人 是一种叫爱的营养不良症 我们有一种病 就是爱的营养不良 不仅吃的不良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 很倒霉的 生下就挨饿 62年 挨饿的举手 有没有62年挨过饿的 这不少62年左右的 就是62年了 你62年你活着的几乎都挨过饿 生下就挨饿 上学就停课 毕业就下乡 回城没工作 那这一代人还能够留学来到美国 那是极少数 那是通过个人奋斗 最后来到美国的 那是我不一样 我是逃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 我们这一代人 不仅没有学会爱 我们学会的哲学 是斗争的哲学 马克思旨的哲学 是斗争的哲学 我们学的并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学的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 这个叫暴力革命 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所以在我们这人的生命中 有愤怒 有愤怒 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 美国枪支管制 自由 不管的 有的都买机关枪回家 冲锋枪 机关枪 我有个朋友有72把枪 家里就像枪库一样 但你要知道 如果你不能管制你的情绪 你最好不要买枪 你买就买个气枪得了 因为你管制不了情绪 如果你其实想打不死人 你那机关枪一扫一帮人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所以人怎么能够管制自己的情绪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属于一种自然人 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我们在自然的情绪里边 你控制不住 可是你信了主以后 圣灵泪住在你的里边 你有圣灵的管制 当你遇到任何不同意见的时候 你要从爱来出发来解决问题 我们看圣经关于爱的论述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 说了一段话 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这是谁说的 这是犹太人的文化观 犹太人的文化观 耶稣的观念 是胜过犹太人的文化观 犹太人说 你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 这是他们的观念 但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这是基督教 最重要的一个超越的爱 你知道吗 要爱你的仇敌 做得到吗 你只能可以说 我原谅我的仇敌 我不可能爱他 你可能爱他吗 但耶稣 圣经里关于爱的观念 就这样的超越 耶稣说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 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答应那些 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会这样行吗 税吏就是不信上帝的人 比较贪恋财产的人 这些税吏收税的吗 那时候的收税的人 是给罗马政府收税 我们中国这种 给日本人收税的叫什么呀 叫汉奸 那这种人叫尤奸 犹太人很讨厌他们 但是耶稣告诉他们 税吏也会爱他的邻舍 所以在格尼多前书 十三章四到八节 保罗关于爱他下来定义 你看圣经里的爱 是完全超越的爱 他说 爱是恒久的人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 爱是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弟兄姊妹 你能够不轻易发怒吗 朋友们 你可以不轻易发怒吗 想一想 多久之前 跟你太太发过怒 想想多久之前 跟你老公发过怒 你还是经常的发怒 你控制不住 就说明你没有爱 没有圣灵的管制 所以弟兄姊妹 信仰不是一个理论 信耶稣是一个生活方式 当你信耶稣 你选取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是靠计较 不是靠讲理 是靠爱 爱 爱是不讲理的 爱是不讲理的 讲理就是没有爱 讲理就是没有爱 当然你可以讲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在一个家里面夫妻吵架 都是理 哪个不是理啊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你要爱 你要爱 所以要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啊 人类最缺乏的就是爱 今天你打开报纸 看电视 你会看到 政客们不讲爱 不讲爱 你会看到 宗教不讲爱 宗教不讲爱 你今天看到 很多的恐怖攻击 这些宗教讲爱吗 他们不讲爱的 你什么时候听过说 穆哈勃德爱你 这个词你听过吗 没有 回教里面不讲爱 佛教讲爱吗 佛教又不讲爱 你听过 释迦摩尼爱你这个词吗 释迦摩尼爱你 巴塔金刚爱你 杨摩尼爱你 你说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你别爱我 你爱我干嘛 对不对 可是你来到教会 你会听说 耶稣爱你 很自然 对不对 非常自然 耶稣爱你 一唱诗歌 都是关于爱的 因为基督教 他们讲的是爱 讲的是爱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我要做好人 为什么那些坏人 就活不够 好人却不长寿 为什么 你会问这个问题吗 我记得奥古斯林 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很好 他说上帝让你成为好人 就是最大的福分 你就是最大的福分 你知道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我吓走 台湾有一个陈敬兴 你们还记得这个人吗 有一年他杀死了多少人呢 十几个啊 他把白冰冰 一个演艺人员的孩子 给绑架了 白小燕 那年他十几岁 然后他就把那个孩子杀了 他要五百万美金 筹金 这个 妈妈没给 杀了 杀了以后 他就逃 警察就追 在他逃 追的过程中 他又杀了十几个人 这个人杀了那么多的人 那后来他被抓到了 被判了好像四个死刑 多少死刑 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了 可是这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 当他关到监狱里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交枪的吗 他逃到了南非大使馆的五官的家里面 他逃到他家里 他那个家 那个南非五官跟泰的孩子正在看电视 电视就是警察追陈进行 他在前面跑 后边警察追 追追追 突然在他们家窗户出现了 还以为电视里呢 我说这个五官 五官没有带枪 这个枪还冒着烟就指着五官 然后就告诉台湾政府 我准备一个飞机 我带着五官 我要飞出台湾 因为台湾那时候没有什么外交关系 所有的外交关系都给大陆了 就像是一个最大国家 叫南非 台湾很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的台湾电视直播 结果那个五官 当然政府不答应 后来请谢长廷来协调 谈判谢律师 结果后来这个就发生了枪战 里边往外边打 外边往里边打 结果就把那个五官腿打断了 那么后来就后来 经过谈判就把这个伤员 要运到医院 家里就剩了这个五官的妻子 和一个小女儿 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四岁 他一点都不害怕 他以为看武侠片呢 他就看着这个凶手 就在他跟前拿着枪 对着他妈妈 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 耶稣爱你呀 因为小孩在世班里 就唱那首歌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圣经告诉我 会唱这歌吗 小孩你会唱一个 对你很大的福气的 你知道吗 我小孩没唱过这 我小孩都是 我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人家说这是世界最大的谎言 你接班了吗 接班有你的份吗 对 你要唱耶稣爱你 你知道这个比较好 这小孩子就拿一张纸 画了一个心 画了一个十字架 上面写耶稣爱你 他用英文写的 He is love you 就送到了这个凶手的面前 凶手拿着枪他都不害怕 小孩子不懂啊 就给他说 叔叔 耶稣爱你 就这一个爱子 这个凶手哭了 他把枪放下 他被判了四个死刑 那么台湾有个团契 叫更生团契 就专门做这种 犯人工作的教会的团契 就向他传福音 他就信主了 你知道他信主 台湾就引起轩然大波 他就说他有什么资格信主 他应该碎尸万段 他怎么能信主呢 有的人说他去天堂 我们敢去吗 信主什么人能信主 你告诉我 什么人能信主 弟兄姊妹 什么样的罪人 都可以信主 当然这个律法 要判他死刑 可是你知道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一遍一个强盗 你们记得吗 那个强盗最不必 沉静心小 能够钉在十字架上 那都是最大恶极的人 除了耶稣以外 耶稣是因为 他自称是神的儿子 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罗马兵丁 你知道这个罗马兵 丁在十字架上的 两边那个强盗 有一个就悔改了 有一个没有悔改 悔改的说 耶稣啊 你德国将领 求你纪念我 耶稣啊 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 他就得救了 上帝可以赦免他的罪 当然他还是要被判死刑的 他的灵魂得救 上帝爱每个悔改的人 不管你犯了多少罪 多么罪大恶极 这样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都罪得赦免 你们 没有人可以论断你 我在台湾不到 那天我去啊 我就到监狱里去不到 台湾让我去监狱里去不到 哇 一千多个犯人 都是军奸的 都是犯罪的军人 年轻人 踢着光头 监狱长说 张武士来不到啦 来听 听完了 我一呼召 要信耶稣的举手 信耶稣罪得赦免 哇 全举手 因为都承认自己有罪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都举手了 然后我就要走 那牧师说 你不能走 你走了 下次你就进不来了 那我说干嘛 给他们收洗啊 哇 就拿一盆水啊 一个一个洗啊 洗了一天啊 累到胳膊后来 我都直不起来了 洗完了 监狱长说 太好了 有宗教信仰就好 你们将来出狱了 就做好人 下个礼拜 还有道教的来不到 接着来听 不认识真理 这个监狱长 你知道吗 当你信了耶稣了 什么教都进不来了 因为耶稣的爱 已经充满了你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对坏人心存仇恨 坏人 你知道 已经有了他的惩罚 好人 已经有他的奖赏 我们看这段话 人为善 辅随未至 祸以远离 投赢给我走啊 人为善 辅随未至 祸以远离 人为恶 祸随未至 祸以远离 这句话多宝贵啊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中国智慧 说你如果是一个 做好事的人 虽然福分还没有到 但是那祸已经离开了你 如果你 作恶 虽然 祸没有到 但福已经远离了你 弟兄姊妹 我们在 风平浪静的时候 我们要认识 这位爱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当你打开马 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是读的第一卷书 就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 就是当讲到这个道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哈利路亚 这位神叫耶稣 他道成肉 成为人的样子 来到我们中间 活出上帝的恩典和真理 让我们认识他 今天在座的 大多都认识了他 如果你愿意认识他 你生命会改变 第二天我们看到说 在狂风暴雨中 你要经历神爱 这是我要讲的重要的一点 我们看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 这张照片你们看着很熟悉 那个是我 认得出来了吗 这是1989年的 五月的天门广场 那个讲演的是我 我就那时候天天讲天天讲 不知道讲有什么东西 反正天天讲 要民主要自由 要和解 反正我就天天讲讲讲 讲讲就讲出问题了 1989年6月4号 暴风昼雨临到了我 人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暴风雨临到你 你不知道 突然间明天会怎么样 所以上帝没有应许天色长蓝 花香长麦 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但如果你有神就不一样 我那时候没有上帝 突然间的风暴领导我 我有点吃不消 1989年6月4号 中国的军队镇压了天门的行程运动 我就被通缉了 你看第二张照片 这是我当年的通缉令 1989年6月13号 中央人民广门带的新闻联播节目 七点钟开始的 头条新闻 通缉王丹等 21名北京反革命暴乱首饭 我一下成为大强盗 首饭 这之前我还在北京大学念书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的学生 突然间成了首饭 你看他这通缉令怎么写的 张伯丽男 26岁 黑龙江省望归县人 北京大学 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 圆脸 双眼皮脚胖 圆脸双眼皮 翘鼻子后嘴尊 东北口音 像不像 那个照片不胖 那个为什么不胖 绝食了那么多天 饿的 然后警察就在广场 就抓了我一张照片 我还讲眼呢 我还在讲眼呢 我说就爱讲眼 你知道吗 那后来上帝前行 有做牧师 有他的道理 你知道吗 通缉了 通缉了你们还鼓掌 你们知道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天塌了 暴风雨来了 一下子不知道明天干嘛了 去哪啊 头一天可以去学校上课 先去哪啊 很快就被开除党级 我是党员啊 你们见过党员吧 我是工人党员 我该入团入团 我该入党入党 都是最小的年纪 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党龄都十多年了 开玩笑 培养的第三梯队啊 有梯子的都没上去 通缉了 你知道我的爸爸 通缉我的时候 正在家里喝酒呢 那天还挺高兴 他们告诉我喝酒 我通缉了一出来 我妈一看 哎呦 儿子 哇 就哭了 我爸看了说 是吗 是吗 这小的早晚出事 我就说过他早晚出事 你看我爸先知 他知道我早晚会出事 暴风咒语来了 弟兄姊妹如何去面对 我最近啊 我在讲智慧书 我跟弟兄姊妹在 我最近特别喜欢读智慧书 智慧书圣经里三卷书嘛 箴言 约伯记 传导书 好好读 我记得我来到美国陈医院 上课的时候的美国老师问我 What's your name? 我说张伯利 他说English name 我说伯利张 他说这个不是英文名字 因为他读过我的书 我的书有英文版 你到ibson.com就可以买 我给他们做的广告 很便宜的 英文版比中文版还便宜 那 他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叫Job 你们知道Job是谁吗 工作 还有他也是个人的名字 就是约伯 翻译成中文叫约伯 那我就回到 因为没有好好读约伯系 新主 虽然进神医院了 可是我们新主读新约就比较多 我们读旧约读的不多 所以我就回去赶紧去读约伯系 我一打开 约伯记 读完了 我回去跟老师说 我不要这个名字 你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 他说你很像他呀 我说我干嘛要做他呀 他太倒霉了 倒霉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真是个好人哪 你一打给圣经说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Job 那个人 那个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世 他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有七千只羊 有三千个骆驼 然后有五百对牛 还有五百只母驴 母驴你知道吗 五百只母驴就是一千个里边 还有一个肚子里边 哇 这么富有 而且人特别好 好到远离恶世 他的名字在乌斯蒂 称谓至大 在东方称谓至大 哇 有名气 有财富 有儿女 有美丽的妻子 有那么多牛羊 跟你们纽西兰的人一样 到家里都发现有牛 鸡 羊 哇 好多东西 挺好的 你知道吗 结果突然一天 这个暴风骤雨临到他 风暴临到他 他的所有的财物都没了 全部人掳走了 然后房子塌了 把十个孩子全砸死了 然后他自己又得了一个怪病 身上长疮 他养得没有办法 他就躺在地上用瓦片来刮他的伤 这个我有体会啊 我八九年逃到山里边 就长了一身戒疮 你们长过戒疮没有 野瓜呀 跟月博一样 养得睡不着觉 你知道用岩砂呀 痛得直蹦 也比痒强 你不知道什么叫痒 你没等过戒疮 不知道什么叫痒 哇 你知道他不仅如此 然后他来个三个好朋友 来论断他 哇 这三个好朋友 不仅不安慰他 还论断 一个叫提曼人以立法 还有苏雅人比勒达 还有拿马人提法 三个人说 你一定犯了罪 你外边表现很敬谦 看着你像个好人 你后边说不定 多少得罪神的地方 你一定犯了大罪 否则上帝怎么会惩罚你 这是真言里的智慧 真言里就告诉你 你敬畏神的人 一定得将让 你不敬畏神 一定遭殃 这就是旧约的神学 约伯纪就是新约的 耶稣基督的神学 特别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好人受苦 为什么好人要受苦 你私下过没有 你是不是有受苦的经验 你为什么会得癌症 像丽红姐妹得癌症 而且还得的是 这个甲状腺 还要手术把 把这个嗓子 你知道她原来是 专业唱歌的 她唱得特别好 突然不能唱了 好人为什么受苦 那我为什么得 你看我得了四年疾病 我来到美国 山里逃两年 在美国四年 我六年没有健康 没有自由 我为什么 我也会问上帝 你知道吗 约伯不仅如此 她老婆都咒诅她 她老婆对她说 你仍然赤手 你存着的信仰吗 你丢掉神 死了吧 你丢掉神 死了吧 你还信她干嘛 这是她的老婆 你说这个人 活着有什么意思 整个约伯记 42章 都是在 39章 是论断她 最后 约伯还是赤手 她存着的信仰 她也抱怨过 她开始 她不敢跟上帝发脾气 她咒诅自己 她咒诅自己的生日 她说 约伯说 愿我生我那天 和说怀了南台的那夜 都灭绝吧 愿那日变为黑暗 愿神不从上边寻找她 愿亮光不照在其上 她咒诅她的生日 苦难 弟兄姊妹 你没有经过苦难 苦难中最需要什么 告诉我 需要爱 如果你有爱 再苦你都能走过来 如果你有爱 再难你都不怕 人就怕没有盼望 没有爱 我89年 我突然发现 完了 我的学校不爱我了 把我开除了 我的党也不爱我了 也把我开除了 好像我的祖国也不爱我了 我成了国家的仇敌 突然一样 我的太太也不爱我了 她跟我离婚了 她登了一个报纸 就登了一个广告 我的签字都没有机会 就完事了 你知道吗 你想想 我就简单讲这一句 你说里边会有多少伤害 你告诉我 人的一生会有多少伤害 所以来到美国 来到教会 一唱诗歌 我就会流泪的 耶稣爱我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真理 就是耶稣爱你 而且祂的爱 不因为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为你富足改变 不因为你健康改变 不因为你生病改变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 三日五节到三日七节这段经文 给我很大的鼓励 因为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啊 这段经文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吃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宰江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谁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如果你信了主 你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是你有爱 你就没有惧怕 听说明如果你没有爱 你什么都有 你都是惧怕 你想想今天中国 那些当国人他不害怕吗 多可怕呀 每天担心坐牢 那你看我担心什么呢 我现在担心什么呢 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嘛 对不对 我记得我那些朋友说呀 伯利还是你好 你现在啥都没事 你在美国 我们在国内 天天等哪天逮我们呢 我说那你干嘛呀 怕什么呢 哎呀他说这不都是弄点钱吗 现在谁不弄啊 你知道吗 这都是把柄抓在人手里边 对不对 谁不弄啊 有当官的害怕 有钱的也害怕 因为有了就怕失去 没钱的就更害怕 怕生病 一场病 进医院就完了 人人都在怕 可是人人为什么不去找爱呢 你知道圣经一段经文很奇妙的 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说爱里边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边没有完全 听众识别人要记住 爱就是一种 这个惧怕就是刑罚 爱就是奖赏 Amen 那你要不要爱 要爱的举手 请放呀 惧怕的举手 要惧怕的举手 没人要惧怕吗 因为惧怕是刑罚 可是你是爱多 你还是惧怕多 你告诉我 你常常惧怕呀 天一亮你就怕呀 起来就怕 晚上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觉怕嘛 对不对 一天为什么没有快乐 怕嘛 我们怕失去工作 我们怕失去亲人 我们怕失去儿女 儿女到听那这儿 就开始不听我们的了 你知道吗 我们怕别人伤害我们 怕我们的财富流失 怕我们来到一个移民的国家 我们不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 我们都在怕房子涨价 也怕房子叠价 我们每天都是怕 可是我们的生活多可怕呀 弟兄姊妹 你告诉我 你的医生 你说你开汽车怕出车祸 坐飞机怕飞机掉下来 你总是怕 人的一生 我跟你说 我坐飞机特别有体会 我一上飞机 我就睡觉 哇 不管他怎么 他晃得越厉害 我越高兴 哎呀 真好玩 像过山车 对吧 怕什么呢 飞机掉下来 离主更近 接走了 直接就走了 有什么可怕的 我告诉你 爱得里妹妹有惧怕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这是圣经说的 如果你家里太太害怕 最不要掉 你告诉她 多爱我一点 你就不怕了 对不对 如果你老公遇到难住 怕 你说我爱你 别怕 咱们彼此相爱 就能胜过一切苦难 有什么可怕的 我告诉你 我有一次 我讲我怕的 惧怕的经历 这段经文 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有一天 我逃啊 你知道我逃了两年 我在中国 我是挺能逃的 89年 通缉了21个学生 不到三个月 14个抓紧了 秦城监狱 关起来了 然后后来都判了 6个逃到了海外 14个加6个多少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 逃不出去啊 我逃到大东北去了 人家都逃到广州 直接到深圳 就到香港 我逃到东北 往哪里逃 出不去了 但是也没抓着 我就不想让他被他抓着 你知道吗 我昨天讲了 我爸爸告诉我 永远不许做叛徒 不许做普志高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逃 逃 有一天从一个县 到另外一个地方逃 我坐着一个农民的小马车 两个兽马 农民赶车 我坐在车上 我穿着农民的衣服 我还是蛮会化妆的 你知道吗 因为长得就像农民 穿着农民的衣服 坐在车上 我们过那个 往前走 一上公路 那是国道 还不是高速 那是没有高速 就警察 武警 解放军 三十多个人 好几辆车 摩托 继普车 就在那开始拦着 就检查每一辆车 据说那天 全国统一时间搜捕 搜捕我们这几个 因为大多都抓到了 其实就剩我们几个了 统一时间 哪里套 你知道那时候 那解放军队和那武警 他都戴钢盔 离远看 哇 挺吓人的 看像电影似的 戴钢盔 你就跟戴帽子不一样 感觉 因为你看他长什么样 你愿意看 我赶车那个农民 这手就开始抖 这叫什么 惧怕吗 有没有刑罚呀 那肯定 多抖几次 心脏病就发作了 我告诉你 抖 我说你不能抖 你震惊 你这么抖 你就说我们这车有问题 赶紧来搜查 你不是招了吗 他说我控制不住啊 我告诉你 惧怕你是控制不住的 控制不住 我说把鞭子给我 你坐后边去 你这么笨 我一拿鞭子 我也抖 惧怕对谁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是罪犯 他抓我 他是警察 我是罪犯 我当然害怕呀 对不对 我抖啊 我看我不能抖啊 我就把这鞭子抱在身上 我就不抖了 他就后面说 他叫我四哥 我给自己请的 叫王老四 我说四哥 咱们赶紧绕回来跑吧 我说跑 就你两个瘦吗 人家那三轮摩托 你一跑 人家都经过检查 你一跑 一定你有问题 立刻带 我告诉你 我说我先走 他说受不了了 心脏病快发病了 你有过这种惧怕环境吗 你有没有啊 你的房子要被收了 你老婆要给你发通缉令 要离婚了 你害不害怕呀 站不住的 我告诉你 真的人 那时候需要爱 需要神的爱 结果呢 我们就走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警察跟前 接着说干什么去 我们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啊 我也不知道我逃过去 我就想跟我这个朋友 当地农民有经验吗 我想上天上在来干什么去啊 我又回头 他躺在那个车上了 抖啊 突然圣灵感动 我说我给他看病去 那警察问 什么病 我说不是他 我刚才好好 突然就不行了 你看我也没撒谎 对不对 哎呀那警察那是急症啊 我说对呀 就是急症 那赶紧过去吧 那警察就想摸摸他 因为他的脸汗水啊 白的 像一张脸下的 警察一摸他脸 他以为抓他呢 他更抖了 眼睛都翻白眼了 警察说 哎呀这个病太严重了 赶紧赶紧走 赶紧过去 公事医院是不行的 走另外一条路去县医院 快点走 我们仨腿就跑 那赶紧跑啊 感谢主 哈利路呀 知道吗 然后就不怕了 这心脏就回归正常 刚刚一高兴 警察摩托追过来了 两个摩托 都就逮着 就看着我们俩 就拿着一本书 一打开我一看 哇 我的照片 通缉令 三张照片 不是那一张 还有两张 我学生证的 北大学生证的 还有一张 我一个生活照 在北大门口 哪搞的 我都不知道 三张照片 来对我们了 我是惨的 这他一对我脸 我肯定逃不掉 但是感谢主 你知道这警察 他拿着照片 不对我的脸 他对躺在车上的人 怎么对 怎么不像 你说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他想 这北大的车 怎么能赶车呢 一定是躺在车 那是北大逃犯 你知道吗 那一天 神的话临到我 爱的里边没有惧怕 你见到警察 你就爱他 他绝对不会想 你是罪犯 你知道吗 你要怕他 他一定找你麻烦 你见他就躲 躲什么 你过来过来 问问你 你就麻烦了吗 你见他就往跟前凑 就爱他 看着他笑 把他笑得是发毛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事 你知道后来我都信主了 最后我从91年 我从东北往广州逃的时候 我就碰了好几次警察 我就记住这句话 爱的里边没有惧怕 我就把他当我哥 看着他 因为我哥就是警察 我大九哥也是警察 我岳父也是警察 我姐夫也是警察 我们家全是警察 我们家开警察学校都是 所以我从小在警察堂里长大的 我根本就不怕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回来我碰了俩警察 坐我对面 他们穿便衣我都能认出来 我一看这俩人不太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警惕的眼睛 他们就看着我 看你面熟 我就错误你 我说你好好看看 你看我像谁 像你大舅哥呀 那警察 东北警察说 你别跟我开玩笑 我真看你挺面熟 我说你看我像谁 你像天门被通缉的一个学生 那我的心就跳 跳 但是我爱他里面没有惧怕 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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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跟你好好聊聊 我就说 那你看我像王丹 像沃尔开西啊 他说不像 那俩都 一个抓了 一个跑了 你像那个张伯丽 我说你这乱讲 你看我哪像他呀 他实际上哪 又不太像 不太像 你看你跟他说糊涂了吗 那我就问你抓住没有啊 他说没抓着 我说那都不去抓 你们坐这 他说骂我 骂人了 那你站着说话不要他 那么好抓呢 有一个说 我小学毕业 他北大 我能抓住他 我不就考进北大了吗 你看这警察多有智慧啊 他能抓住我 就说明他智慧比我高 你知道吗 然后另外说 我告诉你不太容易抓 坐你对面 也许你都认不出来 你知道吗 可是你为什么 因为你不紧张 因为你爱他 爱的里面没有惧怕吗 弟兄随便要记住 这个非常重要啊 爱的里面没有惧怕 我逃了两年 我逃了两年 我是逃到东北认识耶稣的 我逃到东北一个小村子 一个农民接待我 这个农民啊 大字都不识 人家信耶稣 那就接待我也不知道 我那叫王老四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有一天我看他老祷告 其实很敬谦 我觉得我骗人家 基督徒不太好 骗人家 我就觉得人家是有上帝的 我骗他可能都知道 对不对 我有一天我就承认了 我就说 姐你看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我真的不是王老四 他说你不是张伯丽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 因为村子里也有电视 我说那既然知道了 我告诉你那很危险 那不是什么好事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让我待 我就走 没事的 你别不好意思 因为我给你带来灾难的 他说没关系 你能上电视就不容易 还没看过上电视的人呢 来我家来了 我说那叫通缉令 哎呀他说没有关系啊 我说那有关系 后边有句话 胆敢窝藏严惩不淡 你懂吗 他说那啥意思啊 我说所以你不害怕呀 你不懂啥意思 你就不害怕 我告诉你 你要如果在你家抓到我 我死刑 你就无欺 就这意思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无欺就无欺 我宁我为你去坐牢 因为这是主的意思 我想这是迷信 还主的意思 我说这主太好了 这主太好了 你看让他给我坐牢去 这个主 我就对这主感兴趣了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给他读书 他就有一卷书 叫约翰福音 我就给他读约翰福音 我就信主了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位独生子 是上帝爱我们赐给我们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到时候来到我们 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耶稣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 乃是让我们罪人因他得救 听说什么 你要记住 心主不是定罪 心主是罪的赦免 Amen 哈利路亚 人人都犯了罪 但是上帝不定我们的罪 所以当你看 有一个犯了淫乱的 那个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那个妇人犯了淫乱 然后那些犹太人 要把他打死 乱死打死 在他们的文化中 就要乱死他 现在在穆斯林 也是要乱死打死他 然后他们让耶稣来说 你来说 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 你来说该怎么办 如果耶稣说打死他 耶稣就违犯了罗马的法律 因为那时候 罗马是讲法律的 耶稣如果说他没罪 那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他们在试探他 耶稣就说了一句话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能说出来的话 耶稣说 你们谁没有犯罪 你们就可以打他 这句话听到随备 犹太人从老到小 把石头放下都悄悄走了 因为老的犯罪更多 那小的也在犯罪 所以大家都知道罪人 不敢打走了 那女人就问耶稣 耶稣说他们定你罪没有 那女人说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走吧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 这是圣经的观念 这是上帝的教导 上帝不定我们的罪 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信了主 我们就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 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自由 你有不犯罪的自由 是人类最大的自由 哲学家康德说 康德说什么 康德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这哲学家说话就绕弯嘛 但你听懂了没有 你可以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嘛 这个钱摆在你面前 你看 你不拿行吗 你现在在中国 你不拿 你不拿别人还拿呢 别人你不拿别人看着你 你有危险 你赶紧离开这个位置 我告诉你 你就得拿 人在河边站 哪能不失邪 人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赦免和饶恕 你们 八九年认识耶稣 是我苦难的开始 也是我福气的开始 我逃到了苏联 1989年圣诞节 大雪帮我埋上 那天极极寒冷 零下四十多度 零下四十多度 你们没有概念啊 零下四十多度就是 你吐口吐嘛 刚到地上就是冰 就这么冷 我逃到苏联 衣服都跑啊 那雪有一米多深 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到了苏联 走不动 没有人 大雪 刮的 你就两米之外都看不到树了 叫大烟炮 从地上把风 雪刮起 她下来 我就被大雪埋住 埋住 那冻得受不了了 我就祷告 你知道冻得受不了 我就想到那个 卖火柴的小女孩 我想完了完了 天亮就死了 死了也不会被人发现 就被狼发现了 那狼可多了 只叫啊 跑到西伯利亚 没有人烟的地方 我祷告 我说主啊 你让我活过这一天 就这一天 我不敢多说 明天天亮 让我活过去 我就把自己献给你 当作活祭 什么是活祭也不知道 就是知道 是上帝所喜悦的 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将你们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经的 是神所 喜悦的 我就知道 神喜悦活祭 我就说了 你知道我活到第二天 是神祭 我是东北人 埋在那穴里边 你身体的衣服 要是湿的话 你不可能活过 二十多个小时 很快就冻死了 但我活过去了 我第二天 下午四点钟 被苏联人挖出来 他们苏联人拉草 我藏在一个草堆里边 那草堆比这教堂还大 看不到边的 西伯利亚大草堆 我躲在那里边 他就拉两爬里的草 两雪翘的草 那么少的草 他就在我埋的地方挖 开挖 他挖偏一点都挖不到我 把我挖出来的时候 他们用热咖啡 把我灌醒 我发现我躺在一个苏联的怀里边 我以为我上天堂了 我以为躺在耶稣的怀里 他长得太像耶稣了 哎呦 我说主啊 到天堂了 结果就听到这个耶稣讲俄文 他在晃我 他在喊 同志 他在喊我同志 那时候他们还是苏联的 还不是俄国的 同志 他们就把我送到了苏联监狱 我在苏联就坐牢 我就要求去美国 不行就法国 法国不行就波兰 实在不行留在俄国 留在苏联 后来他们决定把我送给中国政府 你看人不是什么都按照你的意思的 但是我那时候已经信住了 哎呀我想坐牢就坐牢 大家不都在坐牢吗 同学们都在监狱里边 我不去他们心里也不舒服 坐吧 对不对 结果把我送到中苏边境 我记得那天月亮特别大 红色的 鲜血一样 那天晚上月亮刚刚升起来 就在地平线上 在乌苏里江 黑龙江上面升起来的时候 那个大月亮一升起来 我就觉得今天很惨 你知道月亮升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个雪月 狼会叫 狼会出洞 我就像我今天成为狼的典型可能 你知道吗 两天又回到中国 他把我驱逐出境 他没有把我送给中国政府 驱逐出境 我在中国藏了两年又 在中国经历了人生所有的苦难 妻子没有了 孩子找不到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我觉得我能有的我都没有了 我那时候才觉得什么叫自由 没有老婆唠叨了 从早唠叨到晚 没有孩子哭了 也没有学校要考试了 没有完美要交paper 什么都轻松了 啥都没有了 坐牢这种人是不怕的 啥都没有 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 怕什么呢 就活得很快乐了 什么都没有就快乐 我告诉你 你别怕 我告诉你 有天啥都没有 你一定要记住你有爱 我那时候非常爱我的国家 我爱那个大自然 给我的一切 早上我能找到一条鱼 我就很感谢上帝 日用的掩饰今日赐给我们 哈利路亚 上帝就保守你 你知道躺在草地上就想了 所以为什么有思想呢 就是这样有思想的 因为你没事干就想嘛 想人为什么会来呢 人为什么会经历苦难呢 人为什么会被背叛呢 爱为什么会有限呢 为什么会有神呢 为什么会有永恒呢 为什么我们生命是有限的呢 为什么我们讲了就是永恒 永恒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会想啊弟兄姊妹 每天想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渺小 当你想到自己渺小 你就舒服多了 就像那首诗歌 夜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哇那时候我爱唱一首歌是小草 没有花香 没有树膏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因为我在躺在草地上 雨草为伍 落草为寇 想到小草我就想到我 多好 你看小草 春风啊春风把我吹绿 阳光啊阳光把我照耀 河流山川捕育 我大地母亲把我紧紧地拥抱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恩的心 你什么都不怕 有什么可怕的呢 你用死灰 没什么可怕的 两年以后逃到香港 1991年6月15号 我到纽约 6月12号到香港 我是1989年6月13号 我的通缉令发出来 整整两年就差一天 你看这世界 难道没有神吗 神奇妙地保守我两年 经过苦难逃到美国 到了普林斯顿 我一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从山沟里到普林斯顿大学 给我在东亚系 那东亚系没有钱 没有楼不够用 就租了物理系的一栋楼 我们用物理系的那栋楼 当年爱因斯坦工作的办公室 就成了我们的会议室 我们给他起了名字 叫壮丝堂 我们一走进去说 有个同伴写 爱因斯坦工作再次 我们王里座觉得 自己也是小爱因斯坦 尤其方立之 方立之王里座说 哇 物理学家嘛 爱因斯坦 哇 这个多好 一下环境改变 哇 又高兴了 来到教会 牧师就问我 你怎么信主的 我就跟他说 那牧师说 你知道什么叫活计吗 一个马来西亚姐妹 一个我们的团体主席 你实际上什么叫活计 我说不知道 他说活计就是做牧师 我在爱因斯坦 帮人出来 我就要做牧师 我觉得我没这个呼召啊 他说那你当年说 献上活计 你知道活计什么意思吗 我说我不知道 活计就是做牧师 人家都毕业了 我一月还没毕业了 你知道吗 第一年在普林斯坦 住了一年 住了一年 化疗 然后肾衰 换肾 我都经历过 就像你那种穿刺 我都经过十八十几次 我告诉你 我都穿得干肾 没有地方没穿过 那时候没有小便 我身上有五十磅的水 五十磅 我就跟约伯一样 真的那个苦难 就不想活 上面插着氧气管 小便插着导尿管 没有尿啊 出不去啊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我就想 哎呀 这个世界能尿尿的人 真幸福啊 你想过没有 你今天能尿尿 感恩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有一年我去台湾步道 台湾人股票跌光了 往下跳 有个电视台找我谈谈 我就说 哎呀 我在你们荣总住院 那时候我在准备 换肾的时候 没有小便 我蹲在那小便池 出不来 痛得我要死 我就想 这个世界能小便 该多幸福 我说今天你们 虽然股票跌光了 还可以小便呢 哇 你看那句话 寒行了很多梦中人 很多要跳楼都不跳了 对呀 虽然没钱了 还可以上厕所呢 弟兄姊妹 苦难中 如果你有爱 你就不怕 我在苦难中 耶稣爱我 我走过来 我说主 你医治我 我就进入到神学院 只要你让我离开医院 我就进神学院 我又不进神院 你就让我回医院 我刚才一生我就两个院 一个医院 一个神学院 那哪个院好呢 神学院好嘛 你们 所以现在我博士还没读完 不敢毕业呀 那感谢主 对不对 多好就念书 多好 爱的里边 没有惧怕 爱的里边没有惧怕 1995年 我进神院 你看我的肾 没换成 我在台湾的时候 天天祷告 主啊主啊 给我个肾 给我个肾 有个老基督徒 在我的病房里听到了 就说 弟兄 你这祷告不好 你这祷告太自私了 你这祷告不合神的心意 你说 给我个肾 主啊死个人 主啊死个人 有你这样祷告的吗 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 祷告很自私的 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这样祷告的 那我就说 那圣经说 凡是基督祷告 祈求 叫我们需要的 告诉神吗 那神就赐给我们 除了意外的平安 他说你应该祷告 你要神医治你呀 他创造了你 他就能医治你 你的灵性 他都有 你知道吗 我想对呀 那你生产个汽车 那出厂的都有零件吗 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那感谢主 祷告 主医治我 我就把自己 先给你当作活计 这次说话算话 你看我这两个肾啊 原装的 弟兄姊妹 你们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神 我昨天早上下飞机 坐了13个小的飞机 然后晚上就讲道 就圣灵充满 Amen 哈利路亚 那这两个肾 好像比原来更好 因为上帝医治了 哈利路亚 你要相信神会医治你 告诉你 你有疾病来到神的面前 上帝会医治你 但是它需要你完全被爱充满 你知道我们身体的疾病 跟我们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弟兄姊妹要记住 你不喜乐 你千万不要不喜乐 圣经说常常喜乐 Always喜乐 你知道吗 优秀的喜乐 不是sometimes喜乐 你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反省 就是你不能不喜乐 你都不能不喜乐 你不喜乐就生病 中国人说 忧伤肝 恐伤肾 记住这句话吗 中医说的 我八九年吓得 肝吓坏了 忧的 肾忧 肾就是下的 肝就是忧的 我告诉你 你要喜乐 你就不生病 你今天你有疾病 你要找你生命的原因 你要跟神搞好关系 接对关系 你就变成一个喜乐的生命 你就好了 你们 你要记住上帝会意识你的 我们看第三点 当你要得到医治 你要豁出爱 还有一点 你要学习饶恕 学习赦免 在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彼得问耶稣 那时候彼得 进起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而到七十个 七次 你饶恕别人 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 七十个七次 我们有的弟兄怎么学的 我们饶恕一次两次 就不错了 对不对 我们夫妻关系也是 夫妻觉得 哎呀 我今天我饶恕你 今天我不跟你一起饶 我不跟你一二了 不许再来第二次 我告诉你 你知道 中国的文化 是在一在二 没有在三在四 中国就饶恕两次 犹太人比我们强一点 四次 四次 但是彼得就说 我七次可以吧 他就觉得很多了 耶稣说 七十个七次 饶恕是一个过程 弟兄怎么样 记住 它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 不是说我们参加一次特会 圣灵充满 我们流了眼泪 饶恕就好了 那一次是不解释 要不断地饶恕下去 七十个七次 就是不断地饶恕下去 你可以不断地饶恕 伤害你的人吗 如果你不能够饶恕 天父上帝也不饶恕你 这就很严重了 你为了讨上帝的喜悦 你就一定要饶恕 耶稣说 十字架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不晓得 有的时候 我们被伤害 是因为他们 真的不晓得 他们做错了 他们觉得 还为了正义呢 那如果你还记恨他 你还记恨他 你就要学习饶恕 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 也许你的伤害 你最深的是你的丈夫 你最深的是你的妻子 你看我今天讲的 华人家里出的问题 不都是夫妻一日问题吗 丈夫拿枪打死妻子的有 妻子拿枪干掉仗子也有 你不要以为 女人也可以开枪 对不对 都有 说到这个开枪 我讲一个见证 我们那天 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人 来到教会 他介绍自己 我们新朋友的起立 给他麦克风介绍自己 他很会介绍自己 他说我姓赵 叫赵爱国 你一听着名字 就知道什么年代的人 对吧 爱国 那么 他说我爱中国 大家给他鼓掌 我们都是中国人 他说爱美国 大家也给他鼓掌 因为美国公民了嘛 我更爱天国 哇 这个人了不得 这个聪明啊 爱中国爱美国 还爱天国 所以叫赵爱国 从费城开车到华盛顿 那时候在华盛顿墓会 我现在在洛杉矶墓会 我们华夏教会 有七八件教会 所以我现在到洛杉矶墓会 哪里没有墓授 我就搬到哪里去 那么他就来华盛顿 从费城开到华盛顿 每个礼拜三个小时 来三个小时 回去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就为了听一篇道 这个人多追求 有一天说牧师啊 我都去你那半年了 你可以探访我呀 哎呦 费城哦 探访他 他不是我们附近呢 我就开了三个半小时 到他家 当然就回不来了 就住在他家 他就给我讲 他生命的见证 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 黑龙江 辽宁的 沈阳的 是沈阳 辽宁省健美冠军 轻量级的冠军 他那肌肉 他那胳膊比我腿都粗 你知道吗 贱美 真贱美 他有六块鸡 晚上我们俩睡着之前 比比 我一看我就一块鸡 他六块 真的好 帅呀 你知道 为了太太 来到美国留学 到Uppen 宾夕法尼大学读博士 他太太很会念书 学霸 他就转业 放弃了他的领导工作 来到美国陪着儿子 太太读书 可是来到美国 你们来到西西兰 跟国内就不太一样了 他来到美国也不一样了 过去国内他是团长 来到美国他干什么呢 他不懂英文 没有学历 餐馆送外卖 太太呢 女博士 这个过去是这样的 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天平倾斜了 感情出了问题 离婚了 哎呀 离婚的时候心情不好啊 就到餐馆去 这餐馆也不快乐 因为他干什么都不快乐了 你知道吗 餐馆有一个大厨是越南人 也是当兵的 是越南兵 他是解放军 他们一说话 就谈到了老山前线 就谈到了中越反击战 他说解放军团 他说我们中国胜了 越南兵说我们越南赢了 你看这是争论吗 他说我们打到了亮山 打到了你们 快打到你们首都了 那个越南兵说 打到哪有什么用 我们打死你们 人比我们多 我们死了三千人 你们死了三万人 这俩人就吵啊 就把中越反击战的战火 打到了费城的中餐馆 那天离婚 来到餐馆 心情不好 他是waiter 人家是大厨 过去他是团长 人家是班长 现在掉过来了 大厨在餐馆里 那是最有权势的 他是waiter 这大厨给你小鞋 你出菜我不给你出 你就拿不到小费 所以别人都能拿到小费 他就拿不到 他气得气 那天就跟他吵 因为离婚心情不好 一吵 那个运南兵掏出一把手枪 里面六发子弹 全部打光对着他的胸膛 这个距离只有两米 就这么远 他拿着盘子跟他吵 那人当当当当当 六枪 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就看着天就暗了 然后就倒下去就完了 这运南兵打完枪一放 撒嘴就跑 这老板赶紧叫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以后 很快每个五分钟就倒 他那时候意识还清醒 他看着血 他说我的血 这六枪打了十一个洞 怎么打不知道吗 因为太近 他的枪杀伤力很大 打进去后边窜出去 就俩洞 有一个子弹打到心脏边 没出去 就十一个洞 然后他说我的血 就跟杀鸡一样 蹭蹭往外喷 他说我在战场上待过 不到五分钟 我的命就没了 血就得流光 根本到不了手术室 你知道吗 他说美国这个 来了立刻 他就看美国怎么给它止血 美国人不用纱布的 美国人用一种胶带 从底缠到上面 然后一冲气 撑 压住了 真有经验 美国枪击案太多 抢救特别有经验 血就止住了 它止住了 它就有点力气了 他开始 咬急又清楚了 就送到医院 手术之前 来个牧师 说弟兄啊 弟兄 我就给你问一句 你要不要信耶稣 你信耶稣 你死了上天堂 不信耶稣死了 下地狱 你肯定是死 是一个这种能活吗 他也不会说话 他说信信 因为去过教会 去免费学英文 免费吃饭 但是从来没讲过 信耶稣的事 这个最后一刻 还是牧师跟他说的 点了头就算信了 结果你知道 两个月以后出院了 其实没死 医生说你命多大 你那个子弹 离你的心脏就一毫米 就穿透了 如果打透了 你就完了 哇 他这健美冠军 身体好扛打 所以最近我也有点练 有点练块 美国不练也不行 知道吗 得练一练 活了 活了 从医院出来 两个月出来了 啥都没了 老婆没了 孩子没了 钱没了 他兜里就二百块钱 工作也不能干了 想回国吧 能回去吗 来美国六年 啥都没了 混的老婆混没了 工作混没了 身上混十一个 都是回国 怎么见东北父老 没法见 怎么会见咱们解放军的 指战员 回去说 美国立场战斗 打成这个样子 回不去了 找房子 九十块钱 租了一个 九十块钱 租了一个 贝斯们在地底下 在China Town 废城的 旁边全是一些无业游民 住在那儿 还剩一百一 就只喝牛奶吃面包 干什么 每天还有人探索 人生有什么盼望 人生有什么快乐 人生也没有爱 他就说剩一百多块钱 他说算你可以买一把枪 便宜一点的 买一把 他可以干掉他所有仇恨的人 伤害他的人 他每天就想这个 就老去枪店看枪 看枪 这家神枪手啊 枪打的 我们俩出去打散弹 打飞碟 啪啪啪 你知道吗 一百个飞碟 我打下八十个 他打下九十二个 我打得也很准啊 啪啪啪 打飞碟 然后呢 他说有一天啊 他说这神真的是奇妙 他不放下我呀 他不让我做这种事情 就来了一个牧师 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 这个牧师呢 不怎么搞的 被教会不要了 我说教会怎么能不要牧师呢 不要了 他也没钱了 也住个basement 就住在隔壁 今天我们知道 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教会不要他 就是为了拯救赵团长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有益处 否则怎么会住在这里边呢 对不对 就住在这里边 每天晚上到海上探机 那边就歌唱赞美 他说赞美的 有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睡不着觉 我一觉把他门踹开 我说你好神吗 东北人说好什么 就意思你喊什么 那个人说我喜乐呀 他说你喜乐什么呀 他说我有神呢 他说你没钱 你住basement 教会不要你 你喜乐什么呀 他说我有神 他说这句话 一想像一个炸雷 在我脑海中想起 我没钱我就不喜乐 他没钱照样喜乐 因为他有神 不再因为有钱没钱 他的喜乐不再因为钱 是因为他有神 他有爱 那天开始 他开始跟他查经 唱歌赞美 那牧师给他祷告 清理他的伤害 医治他 查口圣经为他祷告 医治他 他一天比他好 一天比他好 就收洗了 就在杯子里面就收洗了 就得救了 就有神了 有爱了 没有钱也不怕了 那牧师说 咱们的教会成立了 圣经说 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 我就在你们中间 我们两个人教会 而且在地下 叫地下教会 那牧师就说 那教会成立了呢 牧师是以讲道 祈祷传道为业 那弟兄你得工作呀 那否则咱俩吃什么呢 他就去中餐馆工作 晚上回来 把剩饭给牧师吃 牧师一看到高兴 感谢主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 信主了 饶恕妻子 饶恕伤害他的 打他枪的越南兵 他到法庭去作证 说我喝多了 我说了伤害他的话 刺激了他 所以把那个人判得很轻 本来是一级谋杀 结果判了十八年 饶恕了 信主了 后来上帝给他一个妻子 很美丽啊 比他小十五岁 不是小十八岁 我都忘了 又给他生两个孩子 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医学院 然后呢 他说信主不到俩月 哇一大堆账单 一大堆寄来 不是账单 是支票寄来 都是赔款啊 枪击案 他太太良心发现 一笔钱赚给他 好家一大笔钱 他也看不懂 牧师说咱发了 咱们可以搬地上去了 感谢主 生命的见证啊 现在成了我们费城分堂的长老 赵爱国长老 下次再来你们吸起来 我把他带来 你们看看我们这解放军的英雄 现在成了耶稣基督的精兵 哈利路亚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Amen 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 弟兄姊妹 你愿意吗 你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吗 举手让上帝看一看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我们请乐队上来给我们谈一首诗歌 活出爱 弟兄姊妹 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 我们唯独不能没有爱 爱的里边没有惧怕 爱的里边 我们更深地来认识神 因为这个爱是从天上来的 爱不因为你的环境改变 不因为你有钱没钱改变 不因为你健康疾病改变 不因为你年轻年老改变 这个爱永远伴随你 Amen 这个爱是耶稣的爱 哈利路亚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这不透 我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永远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四季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天人我 亲中旧旧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来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接受这个爱吗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让祂的爱来充满你 改变你 举手为你祷告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当你举手那个上帝就看到了 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就一生一世保长祂的慈爱 也把你的爱活出来 使你成为一个爱的管道 活在你的家庭中 活在你的事业中 活在你的与人相处之中 当你走到哪里 人们都从哪里得到爱的吸引 我们在这场时刻 我请接受耶稣的举手的朋友们 走到前面来为你祝福 为你祷告 让神的爱此时此刻就临到你 Amen 哈利路亚 听名们没有 我们一起来祈礼 请你们走到前面来 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助 耶稣 你还祈礼我 唱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后面再往前走 接受耶稣做你生命救助的 就在今天晚上走到前面来 上帝的灵就充满你 神的爱就教过你 请走到前面来 耶稣 你还祈礼我 让自己成为别人 祝福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祝福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祝福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耶稣 你还祈礼我 到前面来 后面 进入耶稣做你救助的 请到前面来 让自己成为别人 耶稣爱你 哈利路亚 耶稣爱你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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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你弟兄 耶稣爱你 到前面 耶稣爱你老伯伯 上帝爱你 耶稣爱你姐妹 耶稣爱你 哇帅哥 耶稣爱你哈利路亚 耶稣爱你感谢主 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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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你弟兄 耶稣爱你弟兄 耶稣爱你姐妹 耶稣爱你哈利路亚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爱你 哈利路亚 耶稣的爱 坚然我 心中熊熊爱我 我们到前面来 来 新耶稣的往前来 哈利路亚 新耶稣的前面来 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没有 几几天晚上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圣灵要引到你 来到祂的面前 圣经说 若你在基督里边 祂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哈利路亚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向世界火车 到前面来 耶稣爱你 耶稣的海 激励我 敞开我 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还有没有 后面 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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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爱你 耶稣的海 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老婆 上帝爱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上帝爱你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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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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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耶稣爱你 激励我 敞开我的声 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吗 请往前走 请来来 前面 哈利路亚 好 弟兄姊妹 请坐 弟兄姊妹 请坐 耶稣爱 点燃我 如果你走不到前面 走到中道的 中间的走道 我们要做 觉知的祷告 我会为你 不要走 我们要走 我们要领受 上帝的祝福 我们要祷告 来 大家往前来 往前来 后面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要接受 耶稣基督福音朋友 请走到中间的道 站在这里 我们一起 在上帝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 我们要做一个 一生中最大的决定 把自己交给耶稣 阿们 让他掌握我们的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一生一世跟随他 还有吗 后面还有没有 圣灵感动你 如果你没有到前面来 你愿意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主 你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 请你在原地站立 在原地站立也可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请我们举起手 请我们举起手 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 举起手来祷告 举起手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说一句 你们大声地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你就是爱 我打开我的心 让你的爱进来 让你的救恩进来 让你的生命进来 掌管我的一生 让我一生一世 蒙你的慈爱 也能够活出你的爱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的保血 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让我进入真理 让我活出真理 一生一世 蒙你的祝福 蒙你的慈爱 一生一世 永远地信靠你 跟随你 侍奉你 传扬你 荣耀你 以上的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 宝贝的圣灵 宝贵的圣灵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你们 阿里路亚 把荣耀给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曾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过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好不好 一起来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欢迎你先祝福